哈囉各位朋友 我剛過花博公園 今天是禮拜六 現在是4點53分 OK 我今天午餐沒有出來跑 因為我今天就是 其實我是破病 生病了 然後我昨天有去看醫生 去找我常去的中醫師 幫我把個脈 然後拿了藥吃藥 所以今天就有點像是睡死了 因為吃藥的關係 午餐就沒出來跑 一路睡到11點半多 那根本不可能出來跑 所以剛剛就在家裡好好休息一下 晚餐再出來跑 今天禮拜六 那 呃 我的這個 周末探場是50趟 那昨天跑的9趟還有41趟 今天 我今天晚上打算大概 大概拼個9趟 應該拼個10趟11趟 讓他剩下這個30趟 這樣 我是這樣打算 反正還有禮拜天還有禮拜一 這兩天時間可以拼 那今天就是比較優 要優先跑 順其自然的跑 這樣子 那看UberEase系統 要怎麼給我單 我再怎麼接 那不過我聽說 這個有些夥伴說 今天中午這個單量很慘 那 既然這樣子的話 那今天晚上 我就真的很順其自然 有單就接吧 就 挑單也不要挑太大 當然 那種遠單太誇張 我還是會挑 那 盡可能不要太誇張的單 那我都把它接一接吧 因為假設 我一直的這個工會 今天又出現異常的話 那麼就不要互搞瞎搞 不要亂挑單 挑單不要挑太大 好啦 那 廢話不多說 我現在 我單來啦 我的單到了 各位朋友 我看一下 全聯大同大龍 有物流 0.9公里 好 這個我接 全聯 全聯的這個大同大龍 好 好 那麼我現在要去 要從這邊往大龍街方向走 好啦 那 先去 先去取 取這個全聯的單 就在前面而已 很快 就會到 全聯單 這一間全聯都不會給雷單 所以我覺得還OK 反正 不過它是有物流 什麼都沒有 那個什麼 物品錢是什麼都沒有 不管了 不管了 現在就不要太挑單 不要太誇張 什麼水單 什麼飲料單 那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這樣 好 快到了 這單全聯單不錯 只有一罐大罐鮮奶 加一包麥片 鮮奶比較重 沒錯 但是也只有一罐 就比較無所謂 然後 那我現在把他送到 旁邊而已 說到蘭州街的一個巷子裡 你這邊聽聽的 好了各位 那麼 已經把這個 牛奶送到客戶手上 哈哈 剛剛客戶還備注 我送上樓 看到客戶的備注 他說 注意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產品的鮮度 要拿最新鮮的 我想說 哈哈 你 放在這個外送人的備注 是不太對 因為 講老實話 我們也不能要求 這個店家換個什麼商品之類的 那個應該是 客戶自己要去跟店家去留言才對 不過我覺得 非常多客戶 好像都 不太了解 這樣 其實你們在付費的時候的備注 都是寫給外送人看的 通常外送人可以看到 產品都快到你們手上了 當然 這個是指說 有疊單的狀況 因為很多時候 疊單的第二張單 根本看不到配注 我們只看得到第一單的配注 所以沒有任何意義 不過 其實這也是Uber系統的問題 應該要留給店家的配注 店家要打開才行 又或者是說 店家要留個位置 不過通常店家沒有做這件事情 好啦 那現在5點04分 我剛剛去全聯去取餐的時候 去領那個 那個單的時候 沒有其他的單 現場沒其他的單 我想應該是沒有單 所以我現在慢慢的往前面走 前面也有其他的全聯家樂福之類的 那個寧夏夜色方向 這樣 好朋友 剛剛在那個南京西靠近延平北那邊 就是接了兩單 那把這兩單 兩單中其中 最後一單送到京華這邊 就是員工出入口 員工出入口 那 才送到馬上又接到一單 這單其實三公里 但我看到是京站 算算距離 就收送三公里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還可以 為什麼 因為我從 精華要騎到京站 也差不多快一公里 所以送 基本上就不會太遠 又是21PLUS OK 老朋友要把關係搞好 廢話不多說 要去21PLUS取餐 阿伯 腳踏車很吵 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圓山 捷運圓山站旁邊 我剛把手邊的三單 送完了 沒錯 各位沒有聽錯 真的是三單 就是先切到一單 這個21PLUS 然後又切到兩張是別攤 是德州美墨 都是老朋友 所以我就直接收 然後這樣子 就 3公里 21PLUS 3公里 但是21PLUS 反而是最近的 笑死 另外兩張德州美墨 就送的比較遠 一張往長崎街跑 另外一張就跑到這邊來 就是捷運圓山站這邊 好 那我現在 現在是6點20分 我要在媽媽的 這個 騎回 這個 那個 精湛的方向 這樣 沿途會經過 明全溪的麥當勞 哈哈 明生溪麥當勞 然後呢 這個 星光南溪三管 一管 還有南溪成品 這樣子 反正在這些地方 小小逗留一下 好 那也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之前我有講 我的SJcam A10的這個 密錄器壞掉 然後 然後 我第二天呢 就 就帶著那個 我的那個 運動攝影機 那隻 那隻運動攝影機 品牌叫Bravo 那我就帶著它 就是出來 錄影這樣 真的是 錄影的效果不錯啦 因為 終究是運動攝影機嘛 自證效果什麼都好 唯獨就是真的很重 因為我是把它 就是 卡在我的那個 帽子上 因為那個沒有被夾 沒有被夾的話 就不能夾在我的這個包包上 那我就只好把它帶在頭上 哈哈哈哈 有夠重的 哇 能弄 就這樣子 也只不過帶了一個午餐跟晚餐 然後 我回家 我的脖子很不舒服 因為它真的很重 它在頭頂上嘛 這樣 然後那個配重不平衡 然後我 當機立斷 馬上 就下單 到默默下單 買了一隻 SJ-CAN 的C300 目前這個C系列 SJ-CAN C系列 最新這一隻 本來我是想買C100啦 但是後來看到它的這個 這個 電量不夠 就是不夠大 後來考慮C200 但是C200 它這個電量也是好像沒有很強 最後乾脆選C300 C300的話 目前錄這個 我 我昨天是有測試 錄這個4K的影片 居然電量都還可以有 充兩個小時 那這算是很省 算是省電了 算是省電 但是我覺得還是不夠 這個電量不夠 所以我又上網 我又上網去下單了 它的這個電池 專用電池 C300電池兩顆 下禮拜才會寄到 好 那 欸 單又來了 給力盒子 也是老朋友 也是老朋友接 好 哇塞 它那個好像1.2公里吧 可以啦 給力盒子 好 那我要去給力盒子 民權C上給力盒子 好 那麼 剛剛講到哪邊 齁 那SAK的這個C300 它的這個 它有六軸的這個 陀螺儀防手震 這樣 那我 昨天測試了 我是覺得 欸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不錯 錄影真的不錯 那 但是我昨天只錄了 就是 只測試了午餐 那晚餐我還沒測試 所以今天就測試 晚餐的部分 這樣 那我 我到時候 我會 這個 這個 把 把那個 錄的那個影片 齁 就是 也 也把 你們這個是幹嘛 聽成這樣子 我到時候也會把我 錄的這個影片齁 就是把它 截取幾段給大家看 這樣 欸 沒電了 喔 沒電了 各位朋友 我剛聽到它 它沒有電的聲音 我看一下 欸差不多兩個小時到了 嘿嘿嘿 我 我頭上的這個C300 沒電了 不過沒關係啦 喔 剛剛講到那邊 講到 喔對啦 到時候我會放 放放放些 截取的辯論給大家看 看看它的 自證效果啊 陽光下拍啊 還有晚上拍的狀況 這樣 給大家一個參考 這樣 那不會有開箱 不會有開箱影片 嘿嘿 因為網路上已經非常多人拍開箱 然後我就不拍了 好啦 我就給力盒子了 好了各位 剛剛收了一單 往這個北韻里這邊送 已經送掉了 現在已經跑了十趟 那我還希望再多跑一趟 嘿嘿嘿 因為昨天 只有跑九趟 我想把昨天那一趟把它補掉 喔 那這樣子 就 明後天就比較輕鬆 明天禮拜天 或是禮拜一 就各跑十五趟就好了 那麼 我現在在 欸 我去那個好了 我去西門町 因為我現在在愛國西路 喔 那我到西門町去看一看 這樣 到那邊碰碰運氣 只要一趟就好了 各位朋友 一趟 我就可以 收工回家 當然要是系統多給我起趟 我也願意接受這樣 反正就是 讓明後天能夠 跑得輕鬆一點 然後順利的能夠拿到燙獎就好了 好 那麼 現在就慢慢的往西門町前進啊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西門町 這哪裡 武昌街 輕易南路交叉口 我剛把手動最會到麥當勞送掉 沒錯 我已經跑十一趟 也就是我今天的這個 預期的這個目標 這樣 那現在也已經 七點五十二分了 差八分鐘八點了 所以 我也打算慢慢的就 就離開西門町 這樣 就慢慢的往這個士林回去 那 目前我維持上線的狀態 喔 回士林的路上要是有單 然後又順路 那我就接一下 沒有單就拉倒 算了 那要是有單 但是不順路 我 我可能也會把它鋸掉 因為不順路嘛 反正前來就是接個順路單 好 那 我 哎呀 今天基本上來說 大概就是跑到 第十趟的時候才開始等 這樣 其實 不應該這麼講 第一單很快的接到之後 等第二單大概約十分鐘左右吧 十分鐘 好像是十分鐘沒有錯這樣 然後再來是 接下來就一路無縫 到了 第十單 喔 第十單就停了 這樣 喔我要從這邊出去 那邊人太多 啊 到了 然後 跑完第十單之後呢 才又 才又斷單了 大概差不多 也是差不多十分鐘吧 然後接下來才接到第十一單 喔 那 不過也沒關係啦 基本上來說 大概有 有到我的這個 今日目標 那我就覺得OK了啦 本日目標已達成這樣 喔前面人一堆 因為那邊是什麼 喔 好啦 面線 OK 讓我過去吧 我從這邊過去 好的好的 好 那麼接下來就是明天啦 喔 明後 明後天兩天 喔 各十五單 各十五單 我是這樣分配啦 很熱鬧啊 各位朋友 西門町超熱鬧啦 啊 啊 大家看了沒有 這延蘇姬 台灣延蘇姬 滿滿都是人 這邊單也確實滿多的啦 但是我在這邊 呵呵 接過幾次單之後 然後就 就比較少在這邊接到單了 因為他們訂這個單 好像都訂比較遠的齁 之前比較多機車夥伴會接到 這個也是齁 就有一位機車夥伴 就上次我 我在這邊等單的時候 一位機車夥伴也在那邊等 他有跟我閒聊 他跟我講說他都在這邊等 呵呵 他說他接到這邊的單 非常的多 然後我想說 哇 真好這樣 不過我覺得這真的是 每個人的那個緣分不一樣 這個是很靠緣分的 我現在 肚子有點餓齁 我可能就慢慢騎回 十年路上也找點東西吃啦 好啦 那先這樣子 明天繼續吧